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就講一下關於本港的消息 話說今天的明報就引述了加拿大媒體Legspace的一篇報導 這篇報導就講到 說加拿大政府就正在為著從香港撤僑做好準備 以應付一旦中國政府是取消承認雙重國籍的時候 有可能會阻止持有加拿大護照的香港人出境 說到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一份Legspace的報導還講到 說由於獨特的歷史文化和經濟的聯繫 目前在香港居住的加拿大公民 大約有30萬至50萬人 故此 凡親在香港出現的任何行動 都有可能會涉及到加拿大公民 有資格成為加拿大人的香港人 以及在加拿大有親屬的人 這篇報導又引述了另一篇文章指出 說港區國安法頒布了以後 大陸政府有可能會取消對雙重國籍的承認 並且會有可能阻止香港公民離境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一直跟加拿大環球事務部合作 制定從香港撤離加拿大公民的應急計劃 明報引述的這篇net space的報導 大概的內容就是這樣 所以就不是說加拿大政府馬上就要從香港撤離50萬人 就不是這樣 而是有一個觸發條件 就是當大陸可能會阻止香港公民離境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條件 就不是說港區國安法頒布實施 或者是取消雙重國籍的承認 而是限制離境 這個才是重中之重 這個才是加拿大政府 可能會啟動撤僑計劃的一個觸發條件 到底這個撤僑計劃具體的安排是怎樣 是以包機的形式 還是在不少網民的腦海當中幻想的 以軍艦接走人的形式來做 這篇報導當中就沒有說過 其實在去年11月的時候 加拿大駐港澳總令氏南傑瑞 他曾經都有說過 加拿大政府已經有周長的撤僑計劃 但是他也沒有說怎樣撤僑 可能這些就是秘密 不可以說出來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加拿大政府真的想撤僑的時候 我相信大陸政府也未必會那麼順滩 接下來我們就分開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大陸政府 究竟是否會取消 承認雙重國籍 另一件事就是 究竟大陸會否真的實施限制離境 即是觸發加拿大撤僑的條件 說說取消認證雙重國籍這個問題 實情葉劉近來就經常衣娃鬼叫 幾乎每天都走出來 說一些說話針對BNO人士 他正正就是以這個雙重國籍的問題作為撤入 但是如果大家有看到 有些大陸的所謂法律學者 或者叫做護法 他們所寫的一些文章 建議的內容 都是跟葉劉那個差不多的 可能就是葉劉承襲了這群人的意見 就套在自己身上 就說是自己的意見 實情大陸有些護法 一早都說要純粹針對 BNO的雙重國籍問題 這個不是新鮮的東西 到底大陸會否推行 取消認證雙重國籍 我自己就覺得是會的 因為這件事其實就報了很久 而昨天南華早報就引述了一個消息 說下個星期人大開會的時候 有可能會提出一件事 就是 BNO人士就不能夠擔任公職人員 以及就是 要剝奪或者叫做褫奪BNO人士的投票權 所以那個大方向 其實都是朝著說要取消認證雙重國籍 到底那個範圍會有多大呢 我相信葉劉的建議其實就是 幫大陸放風 所以在第一階段 就應該只會針對BNO人士 而且正如葉劉的建議所說 就是會畫一條線出來 在這個日子之後 入籍英國的BNO人士 才會被針對 因為根據他們的說法 就說這些是反制英國的措施 不過他們反制英國的手段 也很奇怪 他們不是針對英國政府來反制 而是針對那些 絕大部分還逗留在香港的BNO人士來反制 原來這樣就叫做反制英國 至於為什麼他們只會針對BNO 原因很簡單 因為 大家拿著的BNO就可以廉價移民 大陸就是想減少移民的數量 來降低對於香港社會所構成的打擊 尤其是要降低資金流走的速度 所以就只會針對BNO 我相信在黎解一段時間 都只會針對BNO 好了 究竟會不會真的實施限制離境 加拿大政府方面就說了 一旦限制離境就會撤橋 究竟會不會呢 有些KOL就猛脆壞 快變成新疆 快變成東柏林 我的看法就是 短期之內會出現這件事的機會是較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一旦實施限制離境的時候 香港的資產肯定是會極速泡沫化的 無論是樓市 股市 肯定是恐慌性的拋售 因為你都限制離境 每個人都當然是沒有鞋玩劇走的 所以剩下的資產就會變得沒什麼值錢 到其時 樓市和股市很有可能就會出現崩盤 是會出現暴跌的 因為每個人都要爭著走 每個人都要雞飛狗走 大陸政府是不是願意看到這個情況發生呢 我相信一定不會 故此我也是維持的看法 就是短期之內 說會限制離境的機會是較低的 當然這個看法就不只是我說的 連加拿大駐港澳總領事南傑瑞 也曾經有說過類似的事情 他就說到 說加拿大已經是有著長進的撤僑計劃 如有必要的時候 就會從香港進行大規模的撤僑 他又說這個撤僑方案是可以應對各種情況的 包括緊急的撤離 但是他也強調 現時需要撤僑的極端情況出現機會是較低的 這樣就是較低 因為事實上是未見到要限制離境 做這件事的時候他一定有目的 現在港交所 目前的融資功能仍然是正常的 資金也是自由地流通進出的 而且美國有很多投行都在香港有份參與有份玩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為什麼要限制人們離境激發起資產價值的動盪呢 我看不到為什麼會這樣 除非你說港交所的融資功能不復存在 賭客 美資的投行全部都走了 這樣就可能會有機會了 為什麼因為他要完全限制你的資金流失 如果不是的話 根本上港交所繼續運作正常 外國那些投行就繼續來參與繼續來玩 為什麼他要限制離境呢 當然對於那些在政治上活躍的反對派人士來說 被限制離境的機會就真的大 現在事實上也是在發生 但是對於一般民眾來說 我就覺得那個機會是比較微一點 這個不只是我說的 加拿大領事也是這樣說 撤僑的機會 暫時是較低 至於有些人就說 有幾十萬人甚至乎過百萬人移民走了 到其時就有位上了 即是在職場上 我覺得這些人也未必說要開心得那麼早 為什麼呢 因為就算走了很多人也好 那些空缺 尤其是管理層的空缺 未必一定要由香港人來填補 大可以找港票來頂替 就已經搞定了 即是說怎樣也好 搞來搞去搞到最後 無論是公營機構也好 或者是那些中資企業也好 一旦有人移民空了個位 如果那個位是管理層的時候 我相信找港票的機會頂替 就多過在本地來作聲一些人上去 因為這個說不通 這是違反了他們的思維 他一定要引外光佬來騎著你才行 這個就是等同於當年廣州的情況 90年代 重重覆覆的所有東西都是 當然有些人就說不是的 你太樂觀了 不是90年代的廣州 而是49年的上海 你看看會不會 因為你還有一個交易所在這裏的時候 我看不到為什麼他要摧毀了交易所 那是賺錢的東西 那是融資東西 49年的上海是蓋上的 交易所 我看不到為什麼大陸要蓋了港交所的當 他有利益在這裏 他有很重的利益 另外早幾天 香港護士協會 公佈了一項調查 就說有54%的護士 已經在考慮 或者已經在規劃 他們的移民了 有些人就說護士開始出現短缺了 那怎麼辦呢 有什麼怎麼辦呢 大陸多的是人 從大陸引入 遲了有一天 如果你說護士忽然之間短缺的時候 大陸更加是大條道理 說要輸入護士 所以就不用想 那些人走了去移民 自己可以水漲船高 看來未必會有這支歌仔唱 當然有部分中層的職位可能會 比香港人上也不奇怪 但是最上層一定是港票 這件事我都說過很多次 不過有些人不相信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逐步開始發生 不單只是金融行業 他首先霸佔了金融行業 這個金融行業就是百業之手 就是在香港的情況 他首先已經佔據了金融行業的時候 他要把那隻手伸到其他行業 有什麼困難 大家想想 連李小嘉也是其中一個特首跑馬仔的人 他正正就是港票人士 所以就算有多少萬人 離開了香港移民 剩下的香港人是否可以得常所願 可以上得到位 我看法也未必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